晚上好啊各位朋友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是不是 你看这个封面你就知道今天这一期肯定有活 想一想你们为什么点进来啊 我们猛男这点小心思是吧 那么经过上一期的分享呢 我也是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把这个包裹出一波之后呢 再跟大家一起来拆 没想到快递到的这么快是不是 欢乐时光又来了 喂老婆我在下班呢 没有我哪出去乱呢 没有没有没有 我哪也没去我在公司呢 嗯马上回来 声音关掉 哼哼哼 果然其他的事情只会影响到我们的拔刀速度 那么今天这一期的花束声音的档呢 我们正式营业啊 那么首先的第一款也是最近刚刚出货的啊 来 登 原生的可力酱 我拿着这一款呢 我也是觉得好 这个我喜欢我拿走了 做节目了 谢谢你 接着玩吧 拜拜 我 我 你这样 你这样算强强名 你这样算强强名 我 啊 嗯 下面这个当老板 那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的存活可不止这么点啊 我补充了新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开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 主板 来了啊 走 哎 看上去很便宜 实际上呢 要买个一千多块的爱露莎兔女郎版 这个是白色版本啊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官方的 其实这一套玩的很牛 为什么呢 因为它黑的白的红的 哎 同模换色给你啊 玩的非常明白 给大家说一下啊 看到这款手办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并没有去看原作动画 但是话说回来啊 我都买的是穿兔女郎装的了 我看不看原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对的对的对的 还是像我上集说的那样啊 日本对这个兔女郎呢 就有着 哎特别的情怀 对不对 那复杂这款手办的圆形呢 也是老炮圆形 是万也大幅啊 那这个体态呢 真的是挺八错啊 别看这么简单一个敲狼腿的pose 你仔细分析之后呢 就会发现 哎 女性最好看的曲线都展示到位了 而弯腰的这个位置呢 又恰好被头发全部盖住 所以说整个上半身也是向后倾斜的 当然这样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角色坐在底座上的时候呢 会容易出现向后倒的情况 虽然这个底座和这个主体之间呢 加了磁铁 但是这个磁力特别的弱 所以说整个主体和底座的结合 其实并不太牢靠 但这些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 都不是最致命的缺陷啊 我觉得说身材好看 赏心悦目就完事了 那每个绅士呢 都有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黄金分割点啊 来屏幕告诉我一下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位置 不要害羞 反正到了半夜 又没有人 不谁会发现呢 那么接下来开的这一款呢 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迄今为止最大尺度的一款产品啊 如果你能顺利看到这期节目的话呢 那说明 它已经是全年龄版的了 我不是没有努力啊 我已经尽力了 那么接下来登场的第二款 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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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哈哈哈 给大家说一下 十七狂三 另一种约会的风格 你看这个名字起的就很微妙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啊 这个名字可不是乱取的啊 这款手办呢 就给你这种 没有一丝遮掩 非常直截了当的那种 很直接 现在就痴呈香气的这种感觉 我跟大家说一下 让我想起了前几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鼻上动态 我抱着这个十七狂三那个通股面具 当时我也好跟一位小伙伴咪咪交易 我看到了他 他也看到了我 然后两个人信我一对 就知道是自己人了 因为他是开着车 我并不知道手办是什么包装 直到对方把这个狂三从车上里拿出来 摆在我面前 因为我们交易的地方正好又是学校门口 事后对方扬长而去啊 留下我一个人抱着没有包装的裤衫 站在大街上面 周围路过的学生都注意到了我 决定来说是应该是注意到了我手里的那个盒子 远点看的就好似是那种没穿衣服的美少女 随着爱的就是他们交头接耳 好像在说些什么 最终我的就是那天我 从电视房出来我列的又是腿啊 所以没有办法快速离开啊 只能抱着狂三呢 缓慢的从人群中走过了 并承受到大家的眼神 最后到电梯里的那一刻 我终于是绷不住了 那说起来这款手办呢还是有点心酸的啊 就是说盒子上面呢写的是CS1 但其实呢是从水族馆那边接盘过来的 因为老手办玩家呢应该也都知道 早前水族馆其实是宣布破产了 不过有一说一啊 能够找到厂商坚持完成企划呢 也算是对预定的玩家很负责了 所以说带着这样一个心情来看的这款狂三 是不是感觉有那么一丝丝的伤感 动不住了家人们 但是说实在话呢 这款手办呢 之所以会被它吸引 还真不是因为它这个身材呢 我是谁呢 我什么世面没见过呢 对不对 我 真不错啊 好了啊 主要呢还是觉得这个 睡眼轻松的表情拿捏的非常到位啊 这种表情刻画了呢 就非常让人无先遐想 最大程度把这个角色的氛围给展现了出来 那要说比较可惜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主体并不能跟这个配件互动 主要呢全都是固定造型 而且尺度也是比较大的啊 后面几乎是等于 当然这个视角呢只能我一个人看了啊 如果是喜欢那种半折半眼的老色皮呢 这款太过直白的感觉会不会少那么的意思 但你如果想亮开它前面的头发一堵美丽的风景 那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啊 里面什么都没有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蕾丝边了 也是非常考验模具和工人手艺的位置啊 从这个表现来讲算是正常 那如果说要做好的话 那才叫做超常发挥啊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手办的底座了 就这样一个软垫 并没有托盘啊 倒是能够我之前买的那个原床搭配上 哎呀跟天爷姐姐好好相处吧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谁做老婆呢 只能选一个啊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款 这么大一个是不是很好奇 来了啊 嘿嘿嘿嘿嘿嘿 走 P13的1比6冰人系列啊 刚好也是前几天刚刚到后嘛 所以说也是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你要想章鱼出手 加上这个美少女的组合 这个快乐指数岂不是很高 那这次的主题呢我个人也很喜欢 特别是章鱼头盔保留着这个黏糊糊的触须元素 怎么说呢就颇有克味啊 一个是鱿鱼脑袋 一个是章鱼脑袋 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出手呢 那服装造型呢依旧是P13一贯的机能风格啊 然后这次兄弟穿的这个就是贝壳鞋了 那这款我是很有印象的 因为很多年前呢我也买过一双 就是后来因为长胖了 穿不下去就很忧伤 那鱿鱼的武器呢就是类似七零枪还挺帅的 那章鱼呢就是榴弹枪了 不过看这个造型有点像滋水枪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这个章鱼的整个脑袋都涂上了珠光漆 那随着光线的变化呢 就可以看到表面有这个尖边的非常好看 另外这次呢还有一份章鱼兄弟收藏包的配件啊 鱼缸的感觉还是蛮真实的 就这个场景呢我在雪人诅咒里面见到过 看上去总会让我联想起花椰菜 不过本身的设计比较猎奇 这里我就不做详细展示了 那么说到底啊 这类产品呢介绍的太多还是有点啰嗦 不如直接给大家post展示起来啊 那么音乐走起 我们下期 好了那么鲜货提前看完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第四款 哎 果然是这么小一个 那么不要刷钢铁侠 大家不要取款 好了直接来开 看到没有 成不起我 我的新老婆跟大家介绍一下 恶魔姐姐千叶 之前不是跟大家介绍了那个 Max Battery的那个恶魔姐姐千叶吗 不可名状的兔女郎是不是 然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 但大家上次给我在弹幕里面科普了 所以说这一次我必须要去恶补一波 于是呢我决定把它的手办 统统都给买下来 这个好看 那这次呢就是Revolve推出的恶魔姐姐千叶了 不是这个造型不是比之前那个 还要不可名状吗 这个恶魔蹄子也太戳人心疲劳吧 全部告诉我一下 有没有老铁号针一口的 不要害羞 大家隔着网线的平时都见不着面的 你们也就顶多知道我是个变态而已 其实关于这款千叶呢 最早是方出过一个P4大货的 然后玩家普遍觉得太崩了 光到官方不得不在后续P4推出所谓的这个重制版啊 其实就是把五官的距离呢调整了一下 效果确实也是好了不少 但各位可能不太清楚我比较喜欢原味啊 我高低在市面上面收到了这个出版 其实这款手办发售了很久了 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了 那这个时候再回味呢 其实心态也会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脸型呢 我只觉得这个眼线化的太粗了一点 所以其实我对手办的容忍度呢还是比较高的 再说啦 从我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女孩子身材好呢 可以最大程度的增加气质 这款千叶的身材我就不用多说了是吧 虽然说是1比8的尺寸呢 是真的很小一个 但是不要紧啊不要紧 我觉得还是挺搭的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呢 就是并没有上手感器啊 所以说上手呢是比较深色的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这款的头发其实做的是很不错的 发色的纹理也好 涂装的渐变孤度也好 那包括呢这个特殊的造型走势各方面 都是蛮不错的 但是友谊输一啊 这个毛腿呢 就确实太挑战我的XP了 哎呦 运行这种口味上是蛮正常的啊 是 我常常因为不够变态 跟你们选得可可不入好吧 好了那么我最喜欢的这盘可莉呢 就被虾妹给抢走了 这人不讲道理 但是呢 这期节目如果点赞超过2万的话呢 我们马上来拍下一期深夜档怎么样 加餐一波 我有很多还没有所得买的这个小姐家 不得找个理由上向你掏钱吗 对不对 这个事情呢就看大家的努力了啊 如果说大家喜欢这档节目的话呢 记得多多一键三连 就说一个一键三连 就我就多买一个手办怎么样 这个时候很划得来嘛 对吧 记得啊 我是花叔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好了 呵呵呵 我 我跟你说 嘿嘿嘿 嘿嘿嘿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直接 实际 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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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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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想到那片音乐我就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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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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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欸这样这是软颠并没有托盘 软颠 哈哈哈哈 三二一 哈哈哈哈 另外呢就是这个手办的底座了 就这样 另外呢就是这个手办的底座 上面是一个软件 于是呢我决定把它的手办通通都给买下来 好了吧